今天是个我和赵老师非常期待的日子 日行千里开了好几天 已经让我们处在发狂的边缘 杨老师和小猴早早地飞到了新西伯利亚 估计现在早就等着急了吧 今天为什么要在这呢 是因为大部队先骑从满洲里进入俄罗斯 然后飞到新西伯利亚州跟他们会合 今天就是会合的这一天 但是呢 他们开到这来还很远 今天他们是从克拉松的亚尔茨克到新西伯利亚 接上我们 差不多是800多公里 所以现在都已经当地时间下午快6点了 这一天等着我呀 无机遛手 把昨天的欧冠又看了一遍 我看地图上他们应该是从那个方向过来 所以我一直在向那边跳啊 叛军来 叛军来 也许会从那边 来了 是吧 是 是 那辆车 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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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时间 我们从满洲里出关一直到厄姆斯克 行程大概有4000公里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身边的这个小家伙 T-ROG 探哥 经历了各种复杂路况的考验 今天呢 我们也是把接力棒啊 交给鹏和杨丽 那么由他呢 带来更专业的啊 起车评测 游响 非常非常荣幸能接过郭队的枪啊 有首歌叫什么 接过雷锋的枪 学习雷锋奥款样 这回接过郭队的这个麦克风 感觉这个担子可是很重啊 也非常高兴 能够借着这次勾引旅行的机会 驾驶着这个T-ROG 探哥 横穿 这个俄罗斯新西伯利亚这一块 这大路真的非常长啊 在4月18号 我是当时代表Vcar联盟啊 是参加过这个T-ROG 探哥的这个名称 发布会的啊 当时呢 主要是体验了一下这个车的空间 我还和这个车的主设计师 在这个展台上进行了一下 详细的这个聊了一聊啊 这个车可以说是欧洲同步发行的啊 但是呢 根据我们的国情 它的轴距是肯定要加长的 所以呢 在发布会现场 我们主要也体验了一下它的空间 那么当前排坐了一个1米75 然后调到正合适的这个司机师傅的情况下 我到了后排 整个这个腿啊 各方面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所以这个它的空间啊 是不用担心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车的样子啊 呃 探哥 其实我觉得这名字 如果说的比较快的话 有点像我那胖哥啊 胖哥 探哥 这回就是胖哥体验探哥啊 然后呢 我就以这个红色为主吧 因为这个金色的 虽然它的车身上有泥 但是呢 也正是因为我们从满洲旅出来之后 一路颠簸 然后一路的这个颠沛流离 使它的这个车身上沾满了很多泥 所以这辆车并不是说 哎 天天在城市开等等的 你出去玩 走一些野路 完全没有问题啊 那辆金色的车就是最好的这个这个证明 当然为了给大家拍一个更精神的车 这个红车 我们是刚洗过的 说一下这个车 我比较喜欢的一些外观的亮点吧 首先是这个 金气隔山的水波纹这块 我觉得从近处看 比较细腻的这么一种感觉 但是从远处看呢 给人一种 那种大尺寸SUV上 才会有的这么一种沉稳霸气 而我最喜欢的 这个前脸的这个装饰是这 一个环形的日间行车灯 当你打转向灯的时候 这块整个环是会亮的 它充当这个转向灯 特别的明显 就是显眼好看 提升了这个安全性 在侧面的还有这个 4Motion 4Motion 我们俗称的这个四驱系统 然后车顶的这个 我们这辆车是黑车顶 配银色的这个行李架 而C柱的地方 我也是比较喜欢 它是一个角度比较倾斜的 溜背的造型 你从侧面看的话 这辆车的那种运动范 那种个性的感觉 一下子就勾勒了出来 不光是可以适合城市的这个驾驶 像那辆金色的车一样 你去撒撒野也没有问题 它的这个动力 它的这个越野模式 还有它的这个离奇间隙 都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个级别的这个SUV当中 接下来呢 一红一金 两辆T-Rawg探戈 就要正式开始 然后大部队完全融合之后 继续往西进发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路 什么样的景色 还有什么样的困难 会考验这两辆T-Rawg探戈呢 我们跟随勾映的镜头 一会儿就知道了 都快睡着了刚才 结果到了这之后感觉又有点兴奋 就有点不困了 因为这个今天一天太辛苦了 上午我和张老师开了810 然后刚才猴帮我们开了600多 也快700了 这是我们今天的战果 可以看一下 今天我们总共开了17个小时30分钟 然后开了1415公里 平均时速81还不错吧 17个半小时 这一趟因为从满洲里出发之后 有各种情况 所以一直在赶路 真是也特别抱歉各位 太辛苦了 明天我们还有920公里要走 明天见吧 第二天天一亮 我们就先去给T-Rock加个油 人车都要有个好的状态 才能跑得更踏实 长途旅行 大灯很容易脏 脏了的话 甭管你是天气还是LED还是激光 这个穿透能力都会下降 造成晚上的视野不好 所以我们在加热油之后 间隙把这个 车灯擦一下 哎呀擦车灯这动作 要是我们想起什么了 秉茶茶那次半截的擦灯 人家跟我们逼了几下 不是说我们挡道了 而是跟我们打招呼 呃 来过俄罗斯几回 主要还是这个 第一次是索契那边 第二次是西伯利亚 然后还有这次 都是后两次都是远东啊 这个地方严格来说不是特别发达 比咱们中国的大城市差多了 但是这开车真的非常讲规矩 友好规矩礼貌 所以开车与否 开车守规矩与否 真的跟你车的好坏 跟GDP也没有太必然的联系 当然跟GDP有一定联系 你非洲那些地方 肯定开车也不怎么样 拉完了 拉完了 干嘛 其实怎么说呢 它这个动力我们都很熟悉了 包括之前试驾的一些大众车型 都是这个11211的嘛 高公版啊 110千瓦 250牛米 然后7速的这个双离合电动箱 这条动力我们很熟悉了 这个 因为在起步的时候 它的这个离合的结合并不是特别的快 所以你可能刚一踩油门 觉得这车起步的时候有点迟缓 好像没劲似的 但是再往下踩一点 这个马上 动力上来离合结合 这车子就会很往前窜的感觉 可以这么说 即便是在坐三个人 然后行李箱放满的情况下 那么在时速110以下超车啊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动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再往后呢 这个它到6000转红线区了 就会显得有些疲软 当然这个时候车速已经很快了 所以一般的日常的超车高速公路的操作是没有问题 不用担心 这台这1.4体发动机 然后呢 这个油耗根据你的开法是有很大关系的 当然我们这几天没有说测 测那种特别详细的那种油耗的那种方法 参考一下它这表显吧 最低的时候能开到过6.7 最高的时候 因为我们停车以后还在带速运转吧 那个就不真实了 高的时候可能到8.2 8.3 是在这么一个范围浮动 在正常开的情况下 根据路况的普通 刹车呢 但是是典型的那种德系或者欧系的味道 就一踩 然后就出段就比较明显 所以它是这种 你开的时候出段 可能我觉得车没劲 这一踩 动静还不错 是这么一种感觉 它呢有几种驾驶模式 这个有雪地 然后现在是标准 标准就是在公路上了 那么标准 在标准之下还有几种 是经济 这个运动 标准和个性化 标准里面的个性化 转向系统 你可以选标准还是运动 然后启动装置 可以选运动 然后自适应巡航 可以就标准吧 然后空调 甚至和空调都有啊 这么一个设定 然后这是个性化 那我现在就可以选择它了 它这屏幕不光 可以这个手控 还可以通过这个选拟啊 个性化 然后变速箱呢 变成了S模式啊 这个时候哇 确实要比低档敏感了 有这么几种模式 那么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这个越野模式 还有越野个性化 越野个性化 也是跟这菜单一样 自己可以设定什么转向啊 驱动装置啊 四驱装置等等的 这么一回事啊 呃 这辆车的底盘呢 因为是这个前后独立悬挂嘛 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在这可以说一下 是前后独立悬挂 它的调校 我觉得还是很偏欧系的那种感觉 就是底盘很敏感啊 一些小的路面接范 呃 都能让你很清楚的感觉到 到电波路段了 你看这种路 我觉得悬挂 整体控制的柔韧性啊 声音相当不错 不过它的悬挂呢 呃 平直开的时候是这种 我说的 当你想运动一些的话 比如过弯什么的 它侧向支撑 倒不是特别的强硬 会有一定的这个侧倾 这辆车的这个 风噪声 尤其是A住这一块的风噪声 相对来说比较明显一些 还有呢 我发现它的转向啊 这个在中间这块 可以说非常的敏感 它这敏感不是说 你一转车头 马上就跟着动 不是这个敏感 不是速度上的敏感 而是角度上的敏感 就是因为我们其他车型 开过的比较多的朋友 可能知道就是 车辆的中间 方向盘中间总会有几度 是比较这个虚的 比较空的 哪怕你轻轻的动一些 可能车头也不会跟着动 但是它就不一样 它是中间动一点 车头就会跟着动 好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路途 差不多900多公里的一个长途的 这个迁徙过程当中 给大家说了一下 这个坎哥的整体的驾驶感受 我想它的这种 比较利索的这种感觉 可能会让相当一部分的消费者喜欢 那么不妨如果店里有车的话 您自己去试驾一下 看看它能不能满足您的需求 虽然路途遥远 但是我们还是打算出去走走 毕竟长时间的高速行驶 大家也应该放松一下身心 趁着他们 去参观景点的这个空隙 我就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T-Rock探戈的这个 静态体验 人走了 清景 是吧 它是从MQB平台发展而来的 所以内饰呢 整个我们还是很熟悉的 这个钢筋口系的这个装饰面 很亮 如果精神打理的话 这会闪亮闪亮的 很好看啊 整个内饰呢 我觉得无论是从视觉上还是触摸上 整个做工都是足够精细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中央的鞋舍评 这个 之前在一些其他的车型上也介绍过了 那么它采用是这个 我们这辆顶配车型是Beats的音响 这个品牌大家也应该比较熟悉了 这个年轻个性的这么一个音响 一般听的还可以 但是当这个低音下的比较深 比较浅的时候 它这个分离度 还有这个下浅的深度 稍微有些不够 但是呢 放在同级别当中 我觉得它音响算是比较出类拔萃的了 因为这个级别的声音当中 其他车会试过 音响确实并不是特别拿得出手的 那么它呢 有这样一个Beats的音响 可以进行这个音响 这个选装还是不错的 呃 配置呢 这辆顶配的也可以说很丰富了 像什么这个液晶的一表盘 然后这个双温区的自动空调 呃 带有自适应的这个ACC功能的这个自适应巡航 然后行车电脑 呃 然后呢还有这方向盘 波边换挡 自动大灯 这个自动雨刷 看一看这个 menu菜单等等 也比较熟悉了 这种滑动的 然后呢 车辆啊 然后这个媒体啊等等的 都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方向盘呢 也是我们熟悉造型 就是我觉得这个盘服有点单薄 比较硬 如果这个田中啊等等的握感再好一些 那就我想就更好了 座椅呢 整个的这个突出的也是 比较包裹的一种感觉 你看侧面这儿 储物空间挺多 看这儿有一个大的储物盒 手机什么的 可以随便往里扔 挺方便 两个一般的杯件 你看我们这隔了个车台 还可以放一个饮料杯 然后中央储物盒就一般了啊 或者比较小 车门上的确实挺大 你看我们这个 这么大的这个 就是咱们国内1.5升的这瓶子 就放这儿 然后你这个开车的时候 喝一点什么的很方便 储物空间倒是挺大的 就座椅我觉得有点太过于偏向于各 就是运动的这么一种 一种设计风格 视野也是没问题的 这个前排座椅可以进行上下的调整 可以找到适合你自己的身材 好我还是调整好啊 前排我做好了 那么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呢我们到后排来看一下 来我们一镜到底 把后排的这个窗位降下来 因为在这个4月18号的T-ROCK的名称发布会上 我们VCAR 我代表我们VCAR去参加了这个发布会 这个在现场就是体验了一下这个空间 前排坐着一个师傅 我做了后排 那么前排是我刚做好的 后排 26580 它轴距2680 比欧版的是要长了一些 腿没有问题 甚至像我这样的 能耳朵腿都没有问题 后排呢有两个充电口 这个确实在我们长途旅行当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充电没有稳 非常方便啊 空调出风口 车门上的同样也是 这个储物的也很大 你看后排也有一个这个1.5升的瓶子 它的后排座椅什么呢 我觉得也是那种很欧系的感觉 就是每一个都 就是每一个座椅的感觉 都让你分的特别的清晰 然后这个 这种靠背的感觉 中间呢是可以放下来的 两个纵向的背架 这一路上呢我们是四个人 有最多时候车上四个人 后排座两个人的话 这个中间放个东西 然后把背架放下来 手这么大的 还是 挺不错的 基本上保证了这个这个 这个长途舒适的这种 这种感觉 至少从空间和乘坐上来说 只是呢我觉得如果它后排座椅 整个坐垫啊或者说靠背 能够再柔软一些就更好了 腿 你看这个坐垫高度 我也没有说大腿特别上翘 这个保持姿势还是比较自然的 还有一点就是靠背啊 它的靠背实际上是可以翻倒的 但是即便当我放到最后面 我觉得也有些过于直了 所以这个这个长途的话 空间能保障 但是你坐的这个姿势 就不是挺舒服 如果要是靠背再倾斜一些 那就更好了 但是你自己也可以调整 比如说这儿似的 坐垒了出流一点 但是我觉得还是靠背再倾斜一些 那就更好了 这是趁他们参观一个景点的这个间隙 给大家稍微说了一下这个T-Shock 探科的这个整个静态的体验 内饰啊 空间啊 配置等等 这是顶配的版本 那么最终价格是多少呢 现在还不得而知 所有的这一切的表现 都要以它的定价 作为评判的这个基准 又是一天行程的结束 但是我们的任务还在继续 一会儿我们还要迎接两位新的嘉宾 这是周庄京剧的以前的那个摇摇面 然后明天下午开始吧 就在这个周庄重快来收发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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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讲啊 郭队 今天我们第一站的行程就是去 当地的一个矿坑 当地是Y2地区产各种矿 到时候我们去好好的转一转 我天是那种就是跟大漏斗一样在地面上那种挖出来的那种坑吗 具体我也没见过 然后一会儿到地儿吧 到地儿咱们是头一次被允许能开进矿坑的车 哇那我觉得挺荣幸的 对于这个探戈来说机会也很难得 那行一会儿就矿坑那儿见吧好吧 我们这一路呢速度不慢啊 虽然限速这个基本上都是70到90 但实际上所有的这个战斗民族的驾驶员都是在超速行驶的 所以的话在这种前提下我们不妨就是符合大家一致的这个速度的要求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按照这个速度来去行驶 如果是超日常的小车来讲呢 其实没有什么难度 因为你看它见前方你超回去就好了 那如果是超这个大货车尤其是连排的大货车 其实有些难度啊这难度呢主要是在于你没法判断这个前方的路况啊到底是怎么样呢 对方是不是有来车 这时候呢你所跟到的这辆大货车非常友好 几乎所有的在这遇到的司机都是这样的 他们会主动的打左转向灯或右转向灯两个含义 如果他们打右转向灯大货车啊就证明它视线前方你是安全的 你可以把我超过去 如果这这段路是被允许可超车 但是它打了左转向灯 那它就告诉你对方有来车 你呢先别着急一会儿再超我 所以的话整个在俄罗斯境内这个路况上的行驶的理非常有意思 包括我们有时候看到对象来车会给我们晃那个大灯 广大灯不是说他觉得你开的不好 而是他在友情提示你 你的前方也就是他刚过来的那段路程上有警察在那蹲着 他给你做一个友好的提示 等等等等这些我们在这个俄罗斯自驾的时候 你都可以亲身体会得到非常好玩 优备感觉的时候 因为你们那儿刚才笑也让我有点那不知所措 到底是他们哪儿啊 我一看没让我听 不是说的挺好的 我先说吧 来来来来 没事了 你就说这么长时间了 没事了 少不了 你这一块汤子少不了 杨老师拍驶车特别辛苦 今天有所领教 各大包丁子 不愿意 今天有名教授 那么最后更麻草 你刚刚致上